吴依萍担任安坑勒林学习中心太极拳班教练已经有六七年时间 不仅教学认真也积极推广太极拳运动 最近他代表新北市参加教育部112年度全国终身学习砍模选拔 不负众望荣获优等奖 目前是新北市易检太极拳协会理事长的吴依萍 担任安坑勒林学习中心太极拳班教练已经有六七年时间 因为教学认真信心因此深受学员喜爱 最近他代表新北市参加教育部举办的112年度全国终身学习楷模选拔 不负众望荣获优等奖 很庆幸我能够代表新北市能够得到这个奖 听说新北市只有四个人得奖 所以我已有荣言 吴依萍教练说其实原本只是五星X6 从参加新北市选拔再到全国选拔 没想到最后获得了大奖 消息传来安坑勒林学习中心太极拳班的学生也相当开心 而说起老师更有满满的感谢 并且对于教练总是十分有耐心的教导给予高度肯定 态度非常良善 然后也非常有耐性 尤其对我们这些中高年的人士来讲的话 就一而再一再而三非常有耐性 老师又讲解的很详细 然后又带领了我们就是从一些动作开始慢慢 然后慢慢来调整我们 然后又来训练我们如何呼吸 我是觉得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中老年人 很热灵的朋友其实是很大的帮助 薇平教练表示他从民国97年就开始学习太极拳 一路走来从学员教练裁判 到目前领有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认证的 甲级运动教练裁判证 期间一直积极推广太极拳 期待这项保健养生的运动能够让更多民众知道 太极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 然后它不限地方不限时间 只要你肯动你就可以动 而且它是属于身心灵的一种协调 薇平教练进一步强调打太极拳的好处相当多 但还是要靠社会大众亲自体验感受 拥有健康的身心才能够好好的享受乐龄生活 记者生命这门期新店财宝报导 好